大家好,我是美惠,欢迎您持续锁定MKC新闻 今天要带您锁定的主题是 人力资源发展趋势观察与国家人力创新讲之价值 全球经济人力的评比内涵 以经济聚焦为知识经济而随之改变 显露出知识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从注重人力资本量的评比 也变成注重人力资本品质的一个评比 近年全球都预测亚太地区 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心 也将是人才流动与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五国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才进驻的一个挑战 在美国被誉为矽谷灵魂的史丹佛 国际研究中心总裁暨执行长卡尔森 在2011年来台时就成指出 台湾应从效率驱动的经济走向创新驱动的经济 唯有持续的创新强化这个人力资本 方能培育源源不绝的优质人力 避免人才断层的一个危机 那么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 在2009年的时候就提出创新能人力的内容 为六大政策的主轴之一 试图要来提升人力资本效能以及竞争力 然而台湾经济结构成长模式向来过度 集中于电子集训产业 劳动市场的不均 而且出口集中于欧美市场 缺乏自由品牌 平均每人GDP能与主要领先国家有明显的一个落差 竞争力呢 显然是落后一节的 而后2011至2013年间呢 更因为新加坡 中国大陆 日本以及韩国大举挖角 我国高阶管理人才 以及高科技的人才 致使行政院陆续召开了全国人才培育会议等 国家层级的人力资源相关会议 以寻求面临人才断层危机 少子高龄化社会 以及国际化的人才造墓趋势的因应之道 为了要彰显政府对于国内外人才投资的一个重视 表彰具有人力发展的这个创新 或者是时机之标杆单位或者是个人 行政院老委会自2005年开始呢 就举办了国家人力创新奖的选拔以及表扬活动 到了2013年为止呢 我们国家人力创新奖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了 而且呢总共选出了104名的基优单位以及个人 那么在参加选拔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可以透过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评选标准 来检测自身人才培育的体质优劣所在之外呢 还可以经由表扬活动 经验分享交流会 以及标杆企业的参访的活动 来进行这个企业的一个扩散了 进行企业团体的知名度以及社会形象扩散 内外效益兼备 是非常值得企业团体一起来参与的 更重要的是透过历年脱颖而出的得奖者的经验分享 扩散交流人才培育的卓越观点以及创新的方法 产生外险的这个示范效益 带动人才投资风潮以及学习风范 借以提升国内企业的人力资本 是有效可以激励呢 企业以及个人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活动 来因应呢 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 提升国家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哦 那么国家人力创新奖的表扬 奖励以及分享呢 是非常具有正面积极的带动效果的 以友达光电为例呢 这个公司透过人力资源创新的思维 落实企业以诚信为核心的一个价值观 热情物本 追求卓越以及关怀社会 借此呢 培育全球绿色人才提升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哦 那么也陆续退出了这个友达绿色承诺 创新学院青山计划 维利中心 A加种子计划等人力资源的创新政策 优异的成效呢 使得友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届 以及第六届的国家人力创新奖 那么在2014年度起呢 为了要奖励这个中小企业运用有限资源 以创新手法积极投入人力资源发展以及管理 也特别增加了中小企业的一个奖额 并调整评分基准来降低获奖的一个门槛哦 企业可以透过这个参加这个评选 来检视自身之能力发展体系 是不是已经成熟了 如果呢 想要来参加这个奖项呢 有更多的这个想要了解的地方呢 也欢迎来洽询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顾问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美慧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再会